要告诉主席就是说 为什么我们都可以用各自的表述的方法 来凸显一个所谓促转案的一个正义 那就是这个部分存有太多的一个正义了 所以呢过去呢 我们这个立法院的法学的素养 已经被大家来批判 如果这样一个促转案 能够在这个会期经过三读都通过的话 那更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笑话 为什么我们要特别凸显这一件事情呢 其实呢我们发现它里面有非常多的范围 很多的期限 都是自己定义自己定义的 举例来说像这个以范围为主的话 他在所提到的这些书本物品 他甚至超越的刑法的第138条的这样的一个范围 简直是无限上纲 我们说到期限呢 我们要特别提到了 在这里面有提到 在这个我们这个整个的期限 是在民国34年跟到民国80年之间 那我们这边就要特别提出来的 为什么民国34年之前 难道不是需要转型正义吗 再者我们这边也特别看到了 转型正义里面呢 我们需要有非常全面性的 全面性的部分 刚刚我们孔文基委员也特别到了土地正义 我们刚刚陈雪生委员也提到了 在金门马祖有很多的正义需要去带厘清 而我这边要特别的提醒我们的蔡总统 她特别在8月14号前夕 针对所谓的魏安妇 这才是一个我们必须要正对的一个问题 她特别提到了 她推荐大家去看有关于魏安妇的历史的影片 而且她也特别提出了 这才是解决魏安妇的这个所谓的历史真相 这绝对是转型正义的第一步 既然蔡总统已经这样提到了 所以呢我们本席强烈的要求 希望能够把这个大家所共同觉得 需要揭开历史真相的魏安妇的问题 也应该放在转型正义的范围当中 所以呢 无常的这个所谓的工厅会可能不够 可能在有很多地方要凝聚更多的一个共识 才有办法把这样的一个全面性的部分 能够最更大家能够所接受的一个层面 再者呢 我们也听到了 民进党在全面执政之后 立法权行政权全部在自己的手上 所以你们可以大可运用国家的机器 对于现有的不当的很多的方式